抹黑和恐嚇城中富豪的貼招檔再度出門 四個南亞賈難民當場斷政被捕 事發在星期四下午1點左右 四個南亞瑞男子在荃灣一條行人天橋的玻璃上 將貼針對東方日報高層的恐嚇勒索街招 有目擊者說四個人的行動非常有系統 有人飽風有人負貼街招明顯做慣做熟 又說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南亞兵團在荃灣犯案 形容他們非常猖狂 當他們見到警員一擁而上 立刻扔了膠水和街招 想逃離現場更加一度反抗 但最終仍然觸手就擒 四人涉原村謀刑事恐嚇而被扣查 事後警方將貼在牆上面的街招撕走調查 他了解四名被捕南亞男人 全部向入境署提出免犯犯聲請 莫發行街之流在香港 他們是黑幫前錯管 上海仔南亞兵團的成員 是第一批衰在警方手上的貼招擋 HONTV東亡電視新聞台報導 香港人們都會遇到 空間的電視新聞台幣 和市民台幣耳電視新聞台幣 以及市民台幣耳電視新聞台幣